常威不承认自己会武功 而他的演员邹兆龙更厉害 他直接不承认自己演过这个角色 其实在刚开始让邹兆龙饰演常威 他是拒绝的 但磨不过师傅洪金宝的要求 他只好硬着头皮上 虽然后来这个角色火到了今天 但他坏人专业户的形象也从此深入人心 极大限制了戏路 而这还不是邹兆龙连连否认这个角色的原因 最关键的是常威这个角色实在太坏了 不仅坏而且还极其阴险虚伪 尽管邹兆龙认为在华人市场演坏人没问题 但却不能坏得一点骨气都没有 比如在最近上线的新天《恶道必除》里面 邹兆龙再次饰演了一个招牌的凶狠角色 连环劫匪庄志强 他就坏得简单直白 不仅坏而且狠 吃饭 银行保安刚到点收工 但没有强哥允许一个也别想下班 接下来的整个过程 强哥一伙杀人独麻 直奔保险箱狂揽现金 而且掐死了时间 两分钟一到立马收拾走人 临走前有个同伙因为子弹炸糖 当场把自己给崩了 事后强哥才听说有人落下 立马改变计划 不过却不是要去救人 虽然此刻案发现场已经遍布警察 但强哥毅然折板的原因 是要将同伙灭扣 家人彻底撞飞之后 紧接着下车再补上几枪 连自己人也不放过 不过这一趟也相当冒险 强哥他们不仅差点就被警察截住 事后司机还伸动一枪 又得损失一名同伴 跟女友接头之后 强哥把这个机会留给了他 这一次抢劫 他们供搞了40万 在90年代绝对是一笔巨款 虽然事情闹得很大 但强哥没打算停下来 如今缺一名司机 正好没多久 强哥的亲弟弟小浩即将出狱 于是司机的职位就由他顶上了 当听说下一步是抢经店 小浩是刚出来也有点慌 可清哥是啥人 他也很清楚 根本不敢多说什么 强哥接回了弟弟高兴 就直接把一打打针钞 烧给去世的父母 由此可见 他抢劫并不只是为了钱 他是享受抢劫带给他的刺激 和那种掌控一切的感觉 回到警察这边 负责本次案子的是被称为 宋言罗的宋队长 他先从枪械的来源查起 而饭店的洗碗工 正是宋队的线人 蹲过牢的他 一看照片就爆出了一个让评论区震惊的名字 应该是我之前收获的一个徒弟 鸡昆 再三逼问下 对方才肯说出鸡昆现在就在茶楼 但董行的宋队并没有直接过去抓人 而是派出刚调过来的新人小杨 到对面试试新茶 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走到一家茶楼门前 左下角的招牌写着新茶到店 根据指示小杨走到前台 虽然一脸懵逼 但依旧故作镇定的跟老板娘对起了暗号 您这儿是不是上了新茶 老板要多新的茶 比新吧他还新的茶 老板娘微微一笑 瞬间明白 顶着小杨就上了二楼 可说好的喝茶 屋内的暗间里却走出了一批姑娘 光天化日之下 小杨当时就坐不住了 老板娘还以为他是对姑娘们不满意 赶紧将人撤下 还没来得及换下一批 宋队就赶了过来 老板娘见状 立刻拉下警报 但案件的位置也早已暴露 推开一看 里面果然别有洞天 不过奇怪的是 警察却一个人影也没找到 经验丰富的宋队盯上了墙面的字画 等摘下来后 人果然全躲在这后面 而他们要找的姬坤也在其中 宋队问了一天一夜后 姬坤就全料了 汉匪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要抢劫黄金 但整个滨海市有五家经店 分布在各个不同的方向 他们到底要抢哪一家 宋队稍作推理 认为符合条件的就只有一家 他也猜对了 强哥带着手下 此时正在京店里暗中踩点 还跟随后赶来的宋队 撞了个照面 只是宋队当时并没有认出他来 不久后 强哥全副武装出发 而此时 京店附近也早已布满了便衣警察 没过一会儿 一辆面包车停在京店门口 保安上前说不能停在这里 可他怎么排窗也没人回应 这引起了所有警察的注意 他们全部持枪蜂拥而上 结果没想到 这就是个普通送货的 而强哥人呢 他们竟然找上了押款车 莫非是改变了计划 可强哥又转头递上电话 让已经吓尿的银行经理报警 等宋队和武警赶来 只看到了含着手雷的人质 强哥早已没了人影 一招调虎离山 强哥正在京店疯狂搜刮 已经干掉了好几个人质 又是行云流水的两分钟 时间一到立刻撤退 等警车赶到的时候 强哥抓起一把钞票 现场撒币造成混乱 宋队就只能这样 眼巴巴的看着强哥逃走 精心不知 却又一次被戏耍 他简直恨得牙痒痒 强哥这一次又迎来超级大丰收 但他不仅没有要收手的意思 甚至已经开始筹划下一次犯罪 随后的一年间 强哥一伙人在附近城市 疯狂作案多起 并且杀人无数 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但警察那边根本没有任何头绪 而就在这节骨眼上 强哥的弟弟小浩却出现了状况 因为某个人的出现 让他开始有了退役 就算是汉匪也难过美人观啊 小浩这次新交的女朋友 人家不仅有震荡职业 还偏偏是一名银行职员 为了过上安定的生活 小浩向对方许下了承诺 于是就在当晚 他终于跟大哥摊牌 想要退出江湖 强哥听到后 先是没有任何反应 但突然之间 他就扑向小浩 瞬间掏出了手枪 顶在他太阳穴上 正当大家以为强哥已经疯到 连亲弟弟都下得去手的时候 没想到强哥竟然同意了 可小浩自己却出了岔子 喝得醉醺醺的他 撞进了以前的包公头 当初因为施工事故 他害死了四名工人 小浩因为打了他 才蹲了三年大牢 这次再见面 包公头态度依旧十分嚣张 小浩再次没忍住 下了狠手 眼看就要收不了场 强哥及时赶到 但他的解决方法更加凶残 他把人全家抓了回去 让小浩狠狠出一口恶气 还亲自递上手枪 但小浩却拿起铁棍 将包公头活活打死 事后因为小浩有案底 在这凶案现场 警察很容易收集到了小浩的指纹 根据现场弹头也可以判定 这跟连环抢劫犯是同一伙人 以此为突破点 宋队找到了小浩的女朋友 对方看起来毫不知情 并很快供出了匪徒的窝点 而强哥他们对此浑然不知 他才刚刚安排好小浩跑路 自己先出门去帮忙搞个假证件 另一边 警方很快开始行动 几乎突动了所有警力 疏散完附近的群众后 警察配合武警包围了整个市场 是将匪徒一网打尽 一场警匪恶战也即将全面展开 这部刚刚上线的新电影叫《恶道必除》 是一部标准的港式警匪动作片 但却罕见的以匪徒作为置脚 用一些暴力抢劫案开场 让影片瞬间进入高潮 从节奏上看就相当生猛 特别是最后一场劲爆的警匪大战 更是连续开打了三十多分钟 直到片尾才罢休 一警一匪的高能对决 贡献了不少名场面 在那个监控技术不完善的年代 寻找罪犯和抓捕都是非常艰辛的 赵达饰演的宋队长 面对凶悍的歹徒 多次正面硬刚豁出性命 也会通过抽丝剥茧 缜密追踪 真正做到斗智斗勇分秒必真 而反派专业户邹赵龙 这次作为绝对的男一号更是抢眼 再次演活了一个 让人不寒而栗的凶悍角色 除了精彩的枪战和飙车戏外 在电影最后 没有子弹而被逼入绝境的他 开始了猛烈的贴身肉搏 打戏拳拳到肉 酣畅淋漓 成了电影最大的亮点之一 特别在这个武打片 越发没落的年代 邹赵龙这一出手 终于才让我们看到了 真正老式港片般的生猛与活力